圓景眼見前方騎士沒有後照鏡 還亂改車直接示意騎士 聆聽路邊 改管又翹牌 還有沒有後照鏡 不要騎士直接一個爆氣 拿下安全帽 對著圓景就是一陣子嘛 騎士狂飆髒話圓景去之後 還不理會被噴辣椒水 竟然直接出手襲警 圓景試圖用辣椒水伺候 制止騎士動手動腳 之後才怪怪作犯 你噴什麼啦 辣椒水啦 你不要趴下 你現在不在工 我要叫你打給我 事發在14號下午 鳳山區瑞幸路上 37歲零星男子騎乘改裝的 重型機車載著女友出門 遭巡邏圓景攔查 卻不服取締 對圓景狂罵三字經 更持安全帽 怒查圓景 以刑法妨害公務罪 嫌移送高雄地檢署偵辦 有關騎士無道 並跟排氣管 及衛裝設後盜金部分 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處罰 騎士不僅無照駕駛 還辱罵圓景 簡直最佳意見 記載一下 各位宣言高雄台網報道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 讓我學習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 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你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